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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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这就是监牢的地图 我姐就收在这个牢房里 整个监牢只有一个入口 所以 我们要节狱就只有从这里进去 到时候 高大哥请你和你的兄弟从这边进去 我们几个呢 从这儿过去 然后其他的弟兄们一起从这边过来 到时候我们在这儿一起 你们要节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郎嬷嬷 既然你已经知道了这件事 就请你保守秘密吧 节狱是死罪 你们都不怕死啊 我们不怕死 现在是官逼民反 我们也是逼不得已啊 什么叫官逼民反 难道是朝廷叫孔雀去做贼啊 虽然不是 可是若不是朝廷无能 孔雀也不必冒险 劫富济贫嘛 废话 这么说 干嘛你们都不去做贼啊 不怕告诉你 我们就是谁 什么 你们 我们跟孔雀一样 为了劫富济贫 早就成为山贼了 老嬷嬷 我劝你还是早点回房休息吧 这件事 你就当做什么也不知道好了 万一以后出了什么事 也不会连累到你 不行 什么不行嘛 我姐明天就要处转了 难道我要看到她被砍头吗 我是说 你们要去救孔雀 怎么可以跟我无关呢 这么说 你也想救孔雀吗 就算是念在 当初我的瘟疫的时候 她救过我一命 我也该去救她一命啊 哦 那你是不是打算 用你的高音波去帮孔雀喊冤呢 什么高音波 老嬷嬷 我们去劫狱不是儿戏的事 除非你年轻力壮 武艺高强 否则 我劝你不要去冒这个险吧 哼 你们是有眼不识泰山 如果我肯出马的话 哼 你们得感激我才是 啰哩啰嗦 你们太平镇的人 这就是你们的名方 哈哈哈哈 他把自己当成什么人了 是啊 不准笑 你们知道狼嬷嬷是什么人吗 当然知道了 他不就是商大哥的奶娘 有很高的地位嘛 哼 各位注意了啊 狼嬷嬷就是当今圣上的母后 也就是皇太后 啊 后见太后 平身 谢太后 想不到商大哥这么厉害 请到皇太后来做他的奶娘呢 胡说什么呀你啊 啊 难道连商大哥自己也不知道吗 你 哎 傻瓜 商大哥不就是皇上吗 笨死了 笨死了 老天老天啊 老天啊 怎么办啊 要杀头了 哎 哎 梅大人 我现在也不知道跟你说什么才好 我现在只能做的 就是请你好好的吃上一顿 这鸡腿饭 是我叫别人特地为你准备的 你别担心 这只鸡 这只鸡绝对没有鸡温的 你放心吃吧 我还会怕鸡有什么鸡温呢 我只是怜悯这只鸡 大人要迎合别人的胃口 而将它宰杀罢了 你别胡思乱想了 吃吧啊 梅大人 你记不记得当日在医卫大师面前答应过我 只要我参加医疗队一定还我人情 啊 你不是叫我放你出去吧 这这这 谁叫你是孔雀吗 孔雀是鸡类 要杀就得杀 我求不了你 我怎敢为南梅大人呢 那 你到底有什么请求啊 我只求你放过恐龙啊 他真的什么也不知道 嗯 哦 他是一条龙 龙飞鸡嘛 不再宰杀之猎 应该 没事的吧 谁在那唠唠唠叨叨的 干干干干干什么啊 快快快吃饭吧 吃了这顿可就 没下顿 吃饱了好上路 啊 嘿嘿 就就就吃那么一点小瘦鸡腿啊 哈哈 没知不 这就是你的不对啊 啊 他一个临死的人 啊 应该给他吃的丰盛一些嘛 啊 哎 让他做个饱死鬼啊 现在到处都是死 死鸡 让他吃个全鸡宴 也不让你多花一个铜板嘛 哈哈哈哈 你别得意 迟早会有报应的 哼 报 报应 嘿 你比我 报应得早 嘿嘿嘿嘿 你被贼 我跟你说呀 一会儿行刑以后啊 我再派人把你砍个十刀八刀的 我让你死无全尸 啊 听说死无全尸 要变成厉鬼的 华老爷 你不怕 嗯 没大人 外面来了一位公公 说是太后派来的 要大人刀下留人呢 不行 我负责见斩 说斩就斩 可是我们刚刚收到太后的令牌 要刀下留人呢 你知道这太后的令牌是不是真的 可万一是真的 岂不是违抗太后的意志啊 抗旨是死罪 我可担当不起啊 这个 这个 多多多 这样 怕 这样 屁股尸流的 你是要用脑子想 不能用屁股去想 太后是谁啊 那是比国母还大 那是皇上他妈 好模样的上咱们的小镇上 上这儿的干什么呀 我看啊 这一定是女妃贼的同党的诡计 我们可千万不要上当啊 你听听 有了 我们立刻找人 送令牌上京城验证 你要等那六月下大雪 才能行行啊 不必等这么久 我有办法知道这令牌 是不是真的 天都亮了 应该行行了 反正是死 不吃白不吃 挺香的 不知干什么呢 怎么不想吃啊 今天不杀你的头 还想吃这么好啊 不必行行啊 那我还要坐牢吗 今天不杀你 是暂时的 牢还是要坐的 不许可 这盘到底是谁 王爷 这是公公交回的令牌 请王爷检查 这的确是太后的令牌啊 黄树 真是岂有此理 那老太婆死到临头 还想救人呢 这不更好吗 她这叫自投罗网啊 我已经派人跟踪那个欧人 相信很快 这有皇太后的下来 很好 很好 这是怎么回事 没什么事啊 是家里人顽皮乱踢球 失礼了 王爷 我给你赔罪 算了 对不起 对不起 怎么搞的 你去告诉小姐 如果她再敢和我作对 我就把她关起来 是 是 快滚 我嫁到吴方 对不起 我先告辞 告辞 去吧 真是蠢菜 令牌怎么可以给拿走 他们以为那令牌不是太后的 说拿去鉴别 我以为 奴才不只是蠢才 还是大笨蛋 现在令牌在他们手上 他们要是居心不良 会假造抑制 到时候天下大乱了 那奴才 岂不成了祸骨养敏的大罪人了 太后 太后 皇叔来了 皇叔竟然会到这儿来找我 他为什么都不这儿 皇叔 给太后请安 请坐 皇叔劳师动众来到太平镇 所为何事 太后私自离开皇宫 又杳无音信 实在让皇叔不安哪 皇叔倒是挺关心哀家的 当然 我身为皇叔 当然要顾虑太后的安危了 皇叔真是神通广大 连哀家在太平镇 逍遥快乐也知道 那又何用顾虑呀 倒是 皇叔忽然带了那么多官兵出现 皇叔 也认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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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宫主持大局 然后交出玉玺另立新皇帝 谁说皇上假 皇上微服出巡 这件事你知道得很清楚 那么又怎么会轻信那些谣言 消息到底从哪来的 这么说太后是不肯交出玉玺了 等皇上真的驾崩再说吧 只要一日没见到皇上的遗体 谁说要另立新皇帝 就是造反 太后一定要见到皇上遗体 那臣只能尽力而为 臣告辞了 太后皇上她是不是已经 谁说的 前些日子恐龙不是捉在路上 见过皇上吗 那您刚才怎么喘着促气 我不是喘气 我是在作戏 皇叔已经走了 难道皇叔还有密探在附近 自从先皇驾崩以后 我对那个老太婆总是做功打一 毕恭毕敬 今天总算出了一口气 给了她一个下马威 一个下马威算得了什么呀 我想看一下 那个老肥婆悲惨下场 快点 只要一改朝换代 我就将它交给你来处事 并且 我还要追封被先皇满门抄斩的 侯大将军家九十八口人 多谢王爷 我侯家九十八口无辜备斩 这血汗深仇 我一定要报 山西情况怎么样 回王爷 我已经验收了山西的大部分兵器了 很好 如果这个老太婆还不交出玉玺 我就让她尝一尝变天的威力 小桓 庄主 是贝贝小姐她 但公主怎么会在这儿啊 什么 贝贝 她是当今公主 怎么了 难道你不知道 不可能 不可能吧 我 是庄主最最喜欢的花了 小花 你不要给它开 它那么坏 不要给它开 不要给它开 小鸟 快点走吧 这个老东西你听心情不好 把你们炖汤喝你都不知道 来 小乌龟 大会放你下去游水 倒到水里面就拼命地游 知道吗 要不我把你当假鱼汤 你就惨了 走吧 走 你这个臭丫头骗得我好苦啊 你就拿公主去威胁太后 逼她交仇玉玺吧 你放我走啊你 放你 你是我仇人的女儿 我恨不得把你像炖乌龟一样吃掉 什么丑人的女儿 我听不懂 别再装糊涂了 怪不得那个老肥婆死活 也要让我把你交出来 樱花为了保密而自尽 张公主 你骗得我好苦啊 什么 什么公主啊 我 我这是宫里的才人 跟公主怎么会一样呢 你还在骗我 你 你要杀就杀 我不怕死 我就怕痛 最好下手势 快点 你以为我不敢吗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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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骗得我好苦啊 你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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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为我不敢吗 你这臭丫头 我已经想好了 先搁了她一只耳朵 交给太后吓唬吓唬她 就不怕她不服 到时候那玉玺 其实我们已经胜券在握 又何必为难这小女孩呢 难道是要我听命于你吗 皇叔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是 但公主她在哪 你以为我不敢吗 你这个臭丫头 你 你为什么要放龙 快走吧 如果你现在不走 以后 就永远不要再走了 你这个臭丫头 你走 快走吧 你真是 你 你真是妇人之剑 难道你不知道玉玺对我来说 是多么重要吗 如果没有她 就算是坐上了皇位 也名不至你言不顺 三军也不会听命于我 莫斯扬 莫斯扬 各位帅哥美女 跟你们说啊 要想身材苗条呢 就要用我的干巴爹减肥膏 要想脸蛋漂亮呢 就要买我的蛋花糕啦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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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给我一个 给我一个 来 我要用干巴爹 谢谢 谢谢 给我一个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啊 好好好 给我个干巴爹 我说大哥 你那么瘦 不要用我们的干巴爹减肥药了吧 我知道你是女飞响的弟弟 我一向很敬重她 你摆她做生意 是想筹钱救你大姐吧 我来买东西也是出一份力啊 谢谢啊 人家这么关心你大姐 你也应该想办法把她救出来啊 就是啊 我姐暂时很安全 你买什么 我要买大花糕 好 你应该是叶府的丫鬟吧 你来帮你们美丽的小姐 买东西吗 不是说她到苏州去了吗 你说贝贝小姐吧 她已经不再是小姐了 为什么 她得罪了我们的庄主啊 谢谢啊 贝贝 满天会在迷雾 有你陪我渡过 温暖在心里 想要握你的手 却不够勇气 牵紧手过的伤 没有人会明白 只有你 每次当你靠近 不知所措 我是否爱就在眼前 我愿为你 承担所有风雨 我想逃避 逃不过你生气 蜜蜜 蜜蜜 你是我的唯一 愿爱或愿笑 真心真意 相爱都难道 爱你 我爱你 一生不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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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皇上 好像好一点了 请喝药吧 谢谢大师 请 皇上 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坐吧 皇上 我已经找到长公主了 她现在就在原来客店了 贝贝没事 我就放心了 其实大家都很担心你的 不如你回原来客店 跟大家见见面吧 我现在这个样子回去的话 不吓到他们才怪呢 可是我姐她现在被关在大牢里面 她时时刻刻都在牵挂着你的 当日我离开的时候 我答应过她要平平安安地回来 可是现在 你不会怀疑我姐 是那种只爱帅哥的女人吧 只是我现在 我自己都没有办法接受我自己 原来你是担心这个 难道你忘了吗 当初晓晓就是经过我的治疗 脱了七七四十九层皮之后 变回一个美少女的吗 晓晓没我言重啊 你又忘了你 我恐龙啊 可是所有心就疤痕 大小伤痕 鱼尾纹 动作纹 眼带黑斑 甚至青春痘的可心啊 你已经很久没做这个了 你还有这本事吗 总之你要相信我了 小眼睛变大眼睛 尾鼻子变顶鼻梁 猪嘴变樱桃笑嘴 一切都没问题的 放心了 包在我身上 我恐龙不是浪得虚名的 好好好 我相信你 你是说 答应把脸交给我了 好 我考虑考虑吧 还考虑什么嘛 难道你不想变回以前 英俊美男子的样子吗 当然想了 但是 现在还是要以国事为重啊 哦 皇叔的确想造反 朕如今有一件事情 必须要立刻查明 说来听听 国家机密啊 过来 我可以兜的 吗 啊 啊 啊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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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九十八 那我就明白了 原来是他 皇上 英明 你是不是想到什么 前朝侯家被满门抄斩 应该一共九十九人 可是朝廷只处决了九十八人 那个被逃脱了 你怀疑前师爷 就是侯家最后一个后人呢 原来如此 前师爷他隐姓埋名 现在改姓钱了 后相反就是钱 他将侯作为后 取同营钱财的钱 来代替前后的钱 难怪前师爷 他要勾结皇叔造反 真是意想不到 这个扁天计划 不但有人想谋朝篡位 而且还有人因为 对前朝仇恨 而要祸国殃民 皇上 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 我明白了 又是国家机密 啊 那我们在这儿 谢谢 我 先 我 我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让我办太后 不让你办太后 难道让我办太后吗 那让咱们办女人干嘛 管那么多干嘛 龙哥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就对了 都走了这么长时间了 都不知道到哪儿了 我们这儿去哪儿啊 别想走 别走啊 你说是我漂亮 还是贝贝漂亮呢 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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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不想吃东西啊 有什么东西好不吃啊 当然一会儿 慢慢吃啊 你真好 母后啊 其实我们这次出来 还真得感激恐龙大哥 你说是吧 恐龙的确是立了大功 不过我们小小的功劳也不小啊 哪里啊唐红 其实不要这么客气了 我也是奉命来保护大家的 最重要呢 是狼嬷嬷 还有长公主的安全 知道她是长公主就好 母后啊 皇兄什么时候跟我们会合啊 皇上说 他等正事忙完之后呢 就回来见大家了 到那个时候啊 皇上还要主持 你和小小姑娘的婚礼 小小为太后和公主办事 那是应该的 要太后再为婚事而操心 实在淡淡不起 英雄配淑女 实在是天下最美的事 我这没人是当定了 对他 上头 上头上头 为什么这几天没有看到恐龙 恐龙已被革职了 正在大街上卖他的浅肥膏呢 怎么着 你不知道 上头 我还没说完呢 这是暴力多次打我之仇 吃饭了 吃饭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真的是她 她没事啊 假的 这太后的令牌会是假的 我已向王爷请示 确实无 我看大人应该将女飞贼即日就地正法 打 赶快吃完你最后一顿饭 吃完了我送你去刑场 赶快去刑场 赶快去刑场 阿朕 谢谢 至少 带班人孔雀 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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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枪 孔雀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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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们来送行 恐龙哥为什么还不来送你最后一程啊 他 他可能有事吧 你问孔雀姐啊 真的要在这个伤感的时刻问啊 你笨哪 现在不问 就没有机会了 孔雀姐 麻烦你 我有个问题 我有个问题要问你啊 你一定要回答我 千万不能骗我 是 上次你给我们吃的独门毒药 五香软骨散 到底有没有解药啊 是啊 是啊 反正你 你带下去也没用 不如就送给我们吧 你虽然一向不习惯我们两个 但你也不向我们两个去陪你吧 如果你想有人陪的话 我们就上个双蛋糕陪你去 哪里有什么毒药啊 你们不用担心的 那 是什么药啊 那是我用五香粉和面粉 混合粘成的小丸子 你吓死我了 谁让师父打我 这下姐姐要死了 你们还在欢呼大笑 太过分了 我又没有良心 你该打呀 你也该打 老天爷又替女飞下喊冤了 女飞下是冤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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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晚眼儿 是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